今天我們要來聚焦的是團體五月天當中的成員石頭 原定的五月天是在七月三十一號要在大陸的太原 舉辦一連四場的演唱會 但是昨天的時候石頭突然喊咖說不去了 是為什麼呢 說是因為身體出了狀況 我們看到旁邊這張秀 他的公司相信一月在昨天的時候 所發表出的聲明 為什麼呢 他提到說石頭 因為先前運動受傷所累積的不是 經過醫師的初期診斷 是有腰椎滑脫的情況 因此在醫師的建議之下 以及團員的關心之下 認為他應該要先進行治療 而且是禁癢 所以說接下來的演出 他會先暫時取消的 不過這個主要難為 他們也知道說在當地的粉絲 他們是等了非常的久了 因此也特別安排了四組的特別嘉賓 會有誰呢 包含了 像是日賢旗 光良 叮噹告五人 一共是四組的大咖嘉賓 而此外呢 同樣是在團體成員的活動 以及他的身體狀況 我們要接著來看到的是 韓團的ESPA當中的成員 克林娜 他在昨天的大阪演唱會上 也缺席了 說同樣是因為身體的狀況 也出現問題 我旁邊看到的這一張呢 是由SM娛樂 他們最新所發表出的聲明 說是卡琳達 她在經過了彩排之後 去看了醫生 經過醫師的專業評估之下呢 必須得先做休息 但詳細的原因是什麼 並沒有多做說明 而且其實眼間的粉絲 她就有發現說 卡琳達她在大白的第一場演出呢 手上就有貼了OK棒 疑似是打點滴所造成的傷口 至於說其實大家心疼之欲 其實也很關心說 到底ESPA的成員 他們的行程上 是不是有點排得太滿了 因為回顧在先前15天之內 他們先去到了紐約 來進行行程 接著再到新加坡 而且當中是有時差的 再到了上海 接著再回韓國 而且是當中行程還沒有停 因為緊接著在這個月底 還會接著到福岡來開唱 接著8月初繼續到香港 8月10號左右 還要再來臺北開唱 這藝人們到底附和的了嗎 大家也是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以上就是今天的 TBS魚的頭條最新情報戰